發言以前我們要請部長 因為在委員會答群都有會議紀錄 所以剛才所謂的霸凌要算次數 這個要審慎回答 不能算次數 本期在這邊特別提出 好 現在我們請黃偉哲委員請尋答 主席各位同仁吳部長以及各位長官請部長 我們請部長 黃偉哲委員 您好 順著這個主席剛所說 您剛回答這個 就是說學界或許對於校園暴力 跟所謂的霸凌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對於被受害的人 或是受害者的家屬家長 其實他們這樣 這樣子都很嚴重 那麼我請問您 你們對於校園霸凌 跟一般的校園暴力的處置方式 有什麼不同 因為你定義說一個月要兩次至三次 還有長期要身心靈受害 你們的處理方式有不同嗎 你們的統計的方式有不同嗎 如果有造成這個行者流血 我們就用重大的一個事件來處理 那霸凌的話呢 這個有時候 也是造成身心傷害 我們也會送檢調也是一樣的做重大的一個處理 那這樣子處理方式沒什麼不同 其實是 處理方式沒什麼不同而已 只是你們界定什麼叫霸凌什麼叫單一事件的傷害 有所不同的 是吧 你這樣講就要比較清楚一點 要不然人家會覺得說 那你們就是很多就是 警察機關也吃案 教育機關也吃案 因為這個都通通被排除到霸凌 那就是重大的事件 霸凌的數字比較少 什麼界定其實一般民眾關心也許有限 怎麼界定 但是你們處置的方式 通通一樣的規格 會不會 異程度 異程度 嚴重性 而有區別 如果說普通的 但是單一事件很嚴重的 霸凌沒有那麼嚴重 單一事件造成流血 當然就是也是要 對啊 所以說 你們霸凌事件 就是說 你們處置的心態跟態度 不因為它是霸凌 或是一般暴力事件 都要處理 而有所不同 應該都是這樣 你們要這樣講比較清楚 都要通報 都要通報 校園市政都要通報 通通要通報 對對對 那不通報就直接 就影響 就做行政處理 請問說這是發生一次的 這是以前就有 曾經被暴力 但是沒有通報的 這些校方的行政人員 通通要異規定處理 對 好吧 另外一個 請問您 現在台灣好像霸凌的事情 或是議題很夯 可是呢 在日本 我們隔壁的國家 日本 有一部片子 你有沒有聽過 或是你有沒有看過 最夯最夯的 這跟霸凌有關係的 叫告白 你有沒有聽過 我知道啊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有聽過 有聽過 他也就是講述一個 他也是講述一個啊 這個 學校的老師 他講述一個 一個老師 因為他自己的小孩 被其他的學生欺負死掉了 所以他就讓縱容這個霸凌事業 讓學生之間彼此 基於一個報復的心態 這樣的情形啊 就是說 他縱容 然後他 這個掩飾 讓這個事情更嚴重 讓他自己班級 或自己學校裡面的 學生欺負更嚴重 這次的情形啊 像巴德國中這樣的情形 某種程度而言 是在隱藏真相 掩蓋真相之下 才發生事情越演越烈 如果這個事情及早 防範於未然 是 其實不會變成這麼嚴重 是 我想應該是學校在處理上有輸出 OK 好 所以說我建議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要再做一個其他 一個更慎重的處理 但是 很多學校 現在的學校 你如果要做全面統計 全台灣的學校啊 中等學校 跟一般的小學 上萬所咧 很多所 至少數千所 那麼 你們有沒有區分 或是 一 校園霸凌事件 或是一般 一般霸凌事件 或是說這個霸凌事件 的嚴重 發生的次數 漸數 還有嚴重的程度 你有沒有區分 各級學校來做一個列館 分學校列館有 分學校列館 就是高中指 國中 還有國小 好了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數字嗎 比較嚴重的 分區 島還沒有做到 我們現在是 像高中 我們在去年 今年99年度 有沒有列一個重點輔導學校 還是重點的觀察學校 這個進入部 我還要查校外中心的資料 但你們要不要區分 因為有些學校單純 需要 有些單純 可以從資料裡面 來顯示 人力 像警力也有限 如果警力要去做犯罪的宣導 犯罪的宣導 他沒有辦法那麼多學校 每個學校都去 但都挑比較嚴重的 我想重點的一個輔導 或是防患 你會分級喔 對於這個校安事件 校安事故的發生的頻率 跟嚴重性 你會分級來處理喔 我想我會進入部 要求我們校安中心 朝這個方向來分級 就通報的資料 去分地區 分層級 然後嚴重性 然後將來進入部 我們也防患做個參考 好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我簡單請問就好 對於陸生開放來台灣 你們是不是有 已經有我們的同仁 去中國大陸跟人家協商了 有沒有 我們有去過 大陸也有來過 我們有去他們有來 對都有 現在問題卡在哪裡 聽說是卡在 他們陸生來台灣 對於這個畢業證書 他們有意見 上面所稱為中華民國 跟國力 他們有意見 有這回事嗎 好像目前沒有談 我們還沒有 沒有談到那個 我知道他們那邊是很有意見 如果有這個部分 你們會做什麼處理 退讓 以後國力台灣大學 就不叫國力 這個畢業證書上面 庶名的中華民國 學生某某某 民國幾年生 那後面寫中華民國 通通都拿掉 會不會 會不會 我們業務大會是 還沒有跟我們 談過這個問題 這是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在正式公文書 或是我們的畢業證書上 把這個東西拿 因為我們台生去中國大陸拿的畢業證書 他們也是寫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那如果他們來我們這邊 我們要自己 降格矮化 或是把這個東西拿掉 那這我覺得是很嚴重 對等的原則 應該要互相尊重 對 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廣告做得很大 國旗在哪裡 原本在哪裡就應該在哪裡 國旗在畢業證書上的 不會不見吧 應該不會 國民國號也不會不見吧 要尊重我們現場 對 我們希望說 既然陸生來台 已經是一個既定的政策 已經立法層面 各的層面都通過了 我們希望說 在來台的過程中間 是要平順的 對應該一現況來處理 不應該有所 我們自己還要做一些不應 不當的退讓 對 我也要求 學校要簽約 都不能有回避國旗這個問題 不行齁 都不行 我已經宣布了 誰處理我做伴隨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最後一位巡檔請